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我们当时帮他立刻插管 给他体外心脏按摩 给一些强行针跟生压药 不过经过了一个小的急救之后 但是病人还是没有办法恢复他的生命迹象 抢救后还是回天法术 马昭俊得年48岁 大年初六晚间 马昭俊和太太就是在这间超市购物 前一刻还开心地准备帮儿女买东西 下一刻就突然昏倒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家属和超市人员 全都慌了手脚 不到15分钟救护车赶到现场 员工把他抬上来上面 然后员工好像说他在路口里面的时候 就昏倒了 然后又上来还有呼吸 家属向医师表示 有高血压病史的马昭俊 这两天就有呼吸急促 汗不顺的症状 只是一直没有就医 没想到意外就这么发生 留下了年幼的子女 是汗难过不已的泰坦 近年来演艺圈的风波真的不断 尤其是今年不幸的消息陆续传出来 然后知名的音乐制作人马昭俊先生 还有知名的主播的弟弟 这个廖小军的弟弟 两人发病的原因日期 还有这个背景 连送最后急救送医院的 这个都一模一样的重巧合 对啊 我是大年初七的早上 大概九点多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地方记者 就打给我说 马昭俊那个就是 疑似心脏病了 对...过世了 而且就说已经往生了 那时候根本不能接受 因为还在过年 然后没有想到 而且年前我们才报导了 虚无人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是这样吗 而且要他确认是不是 对啊 线上的记者就说 这怎么搞的啊 我们每天几乎都跑医院 而且他这个事情很突然 是在于就是说 大家知道马昭俊就是在 就是往生之前那段时间 其实过得很不好嘛 那奶粉与便当 大家也都知道 他只有五十块 只能买便当或买奶粉 那那天真的满感人 就是说 因为那天有几个小故事 就是说刚好过年 那本来他的就是 他住在这个 就是住在等于太太娘家 是因为太太在坐月子 小孩子刚满月 刚刚满月两天 然后那个时候 本来他的这个就是岳母 要把剩菜热一热想晚上吃 结果马昭俊就说 我们家 还没有求到这样的地步 他就说妈妈 你不要吃剩菜 那我们出去买 所以他就带着他太太 两个人就先出去 然后他说买了面 买好面 两个又回来是骑车喔 买了面又回来 那回来他就叫他的大女儿下来说 你下来把这个面拿上去 那我们就夫妻两个又再去超市 买了一份 所以他等于是跑来跑去 所以他叫女儿下来 这是最后一面 他没有上去 就是你把面拿上去 然后那个夫妻两个就 一直骑车到那个顶好超市 所以我们还拍到那个摩托车 在那个超市门口嘛 然后他正要下去 你知道超市门口 不是有一个旋转的 对 楼梯 正要下去 他突然跟他太太说 我觉得不舒服 才讲完 整个人就倒下去 你可以想象就说 他太太在旁边 而且他太太其实月子 他太太没坐满 那个时候才一个月零两天 当场看到他倒下去 傻眼 而且他只是说我不舒服 一句话 再也没醒来过了 再也没醒来 而且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想到 要CPR或干嘛 因为没有啊 不知道嘛 太突然了 那倒下去之后 赶快救护车来到送信院 完全已经... 第一时间机就得到 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 他太太有多错了 而且他的女儿 才把面拿回去 而且很奇怪的是 因为你知道他的经济情况很糟 还有三个小孩 他的大女儿跟儿子 刚好是那个 就是再过两天要上学了 要开学 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前一天 突然灵机一动想说 想帮小孩买鞋 他跑去那个 就是一般的那种市场 他帮每个小孩买了两双鞋 很奇怪 买好了 真的吗 然后因为他觉得要上学了 所以他就帮鞋子都买好 买好之后 他就猝死了当天喔 他突然想到说 大女儿跟儿子都有鞋了 可是小女儿就刚满月的 没有衣服跟鞋 就没有新衣服跟鞋 可是照理说满月小娃娃不需要 但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想到 所以他那天早上又出去 又买了三套 鞋子跟衣服 也有鞋 然后全部都放好 对 小baby的 然后傍晚去买那个饭 就是晚上的时候九点多 就出事了 对啊 怎么会这样 他们这四十出头 四十八 前面一点征兆都没有 主播那个廖小军的弟弟也是 对 就是天有不侧风雨 人有旦夕祸福 我们做这一集的目的 并不是说 只是找寻他的巧合点而已 而是说意外的猝死 我们要注意到 事前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 征兆有分好几种 有一种是不是 你健康状况做的 平常没有在做生理检查 还有一种就是 他这个是很难去 像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尤其到过年很冷的时候 那血管收缩 特别容易 还有吃的东西太油太多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这两位有很多的巧合 这个马昭俊先生是48岁 其实应该是虚岁49岁 他属猪 然后呢 这个廖小军的 之前江伯乐老师有预言到 尤其是艺人 仍有雪光 意外 他的弟弟36 也是虚17 也是属猪 两个刚刚差了十一回 都是本 然后两个呢 这个都是胸悶气喘 呼吸困难 都在永和的更新医院 然后呢 病房就在隔壁间 那他觉得这个巧合 这个还不止如此 再来还有巧合 就是说 那个廖小军的哥哥跟马昭俊 是外贴的 你看 他有写说 他这个演技行的店长 他说跟马爷催事巧合 廖家的哥哥说 痛思好友跟亲人 然后呢 那你说有没有症状 死前有没有症状 那待会就可能要问一下贾力姐了 对 马昭俊的症状是这样 就是说 他在大年初遇的时候 有去教会唱诗歌 他有不断的咳嗽 还有大笑 他一笑笑完之后 这样 还有大笑 叉气 这个气蒙 医生说 这是心脏病的前兆 然后在最后的一个录影 他参加那个星光大道的录影 当评审的时候 他中间呢 一直揉眼睛 很疲累 因为他录到好像两三点 很疲惫 那廖家的弟弟有没有症状 医生的讲法是说 当时他其实已经检查出 心脏异常的发现 你机制有问题 那你说 这两个很多巧合 对啊 都在更新医院对不对 还有更多巧合 还有什么 没多久有一个警察 他姓逢 在这个大同分局的侦察队的副队长 附近打球 打球 打球 马昭俊了 送去哦 送去也往生了 同家医院 你看哦 运动促使警察 心肌梗塞 送医不治 这样也毛 对这些 他学法就是说 他三个人 特别是巧合于马昭俊 去廖家的地铁 同送这家医院 我们不是说这家医院不好 其实很巧合的是 三个人睡的位置都是隔壁房 不得不得 隨便亂想啦 对 同一个这样就要 对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最主要是 给大家一点点警惕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回来看 看这个马爷的情况 其实有点点像马后炮 但是也有点警惕 就是说 之前他其实已经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征兆 像他刚刚讲他大笑的时候会这样 像以前我义父有没有 他又糖尿病又心脏病 常常半夜会发作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血管收缩 然后他也是常常就是笑一笑 就会有点像那种哮喘 黑咕这样 有声音对不对 然后就会突然一直干咳 一直干咳 因为那心脏已经缺氧 他们这些都是缺血性的心脏 有的人是一觉睡就不行了 对...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很难让大家说 你真的要提高警觉 这些人都是活菩萨来的 就是让大家提高警觉 比如说你家里头有家族食的 有肥胖的 有高血压的 有高血脂的 有糖尿病 这些危险因子的人 你只要有超过两项 你有什么样心里不舒服的情况 像人...大家会讲说 胸闷 什么叫做胸闷 很难讲 你知道吗 我遇过他是讲说 很像有那个东西压在这里 然后有时候会突然一口气 像我们呼吸是很简单的 有时候深呼吸也OK 但他会吸不到 会突然缺氧 还有... 对... 这个是一个情况 但是有些人 有些人发作其实 没有像你依附那么严重的一个症状 他也许只是觉得心闷闷的 像我有个朋友的那个长辈 其实他50多岁 就说我今天胸闷闷的 那他可能觉得工作压力太大 然后说我回去睡个觉好了 就进房间睡个觉 早上起来就已经拜拜了 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种案例其实很多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在两年前我常... 我听到这种回去睡个觉 再也没有醒过来 都是70多岁 可是我最近这两年 听到的都是四五十岁 就很奇怪 第一道说40多岁 其实以前那个更夸张 那个公车司机有沒有 红灯15秒 等一下15秒 公车后面就... 你都不... 他公车都不动了 15秒就挂了 他就是... 他等红灯嘛 他就睡着有沒有 他后面就按喇叭 林绿灯怎么不走呢 不走他已经挂了 那林老师还有哪一些人 要注意的呢 其实生肖喔 没有十二生肖那么严重 其实是... 在古代是三十六生肖 后来浓缩成十二 那碰到猪也不用一直都怕 说犯态水 其实像今年猪喔 是土猪 今年其实只有猪欢呢 比较不好 也就是说这个时辰 就是八点到十六点 下午四点深的欢 在今年就是比较有问题 可是呢 他却在不好中带喜事 他有偏财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见得 完全是不好 是 那我们看蛇 属蛇的呢 那其他的生肖到底要注意什么 等一下广告回来 要带笔记来记好喔 我们进个广告马上回来 好属兔 好属 他就讲了一些话 比方说有专访他嘛 他就讲说 孩子是我最好的遗产 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遗产 不懂这个意思 他就说 我的信仰也是我最好的遗产 weakness 可是在广告才会像 孙明安 离开 境安 以外猝死的人 在世前是不会有任何征兆的 今年猪年 有什麼生肖的人要注意 如果犯太歲 那說蔥 我們看蛇 蛇其實只有蚯蚓不好 也就是說8點到16點出生的 那像蚯蚓是沒有眼睛 牠是糊塗的 所以尤其碰到這種豬臉 是土豬臉 牠要更小心 也就是說牠蔥得最厲害 牠是沒有眼睛的 那因為迷糊的姿勢這樣 那像如果早上生了扇魚 牠看起來是蛇形蛇樣 牠會裝槍作勢 可是其實心裡是好的 等一下牠還可以講完 老師 所以今年如果是蚯蚓的人 要小心一點 也就是說你是屬蛇 然後8點到16點出生的 這個就真的是充太歲了 那其他的根本沒有充 你反而去安太歲反而不好 就把自己壓住 像這樣可能過勞也要注意對不對 因為過勞也是很重要 最多問題在過勞 前幾年就是有很多那種 科技老闆 有一個故事我非常印象深刻 對 牠本來只是在年歡晚會嘛 就像郭台銘那樣的一個年歡晚會 但是沒有那麼大型 就是開個小派對這樣 然後就跟大家一起跳個舞 然後還跟大家敬個酒 然後還跟他們的一個... 酒保飯組就對了 對...還跟一個財經記者 來跳個舞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趴下來就拜拜了 這也不錯 這還不錯 這個氣氛還不錯 牠才50歲左右而已 其實是非常年輕 在我們的醫學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非常年輕 正當壯年 旺年的時候 有人說這樣是沒有痛苦的走調 可是也有人說 因為牠都來不及交代任何的遺言 有沒有這樣怨氣會不會特別少 然後慢慢妳不是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那個猝死可能是沒有徵兆的 對啊 那個馬兆菌 當然有可能是事後諸葛 可是看錄影帶 再調出來一些相關資訊 覺得說他就像剛剛嘉莉姐講說 他其實有一些徵兆 比方說他去上那個宗教頻道 好詐欺頻道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些話 比方說有專訪他嘛 他就講說 孩子是我最好的遺產 這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是遺產 不懂這個意思 他就說 我的信仰 也是我最好的遺產 那就是不懂 然後他做了那 他其實這次的這個追思晚會叫 追思活動叫做發光如星 他錄了一段故事 有時候有講說 爸爸不會永遠跟著你的 有一天 就是他們有一次他們開車 走到山邊迷路 對 有一個音樂背景 然後馬兆菌跟他兒子的對話 兩個同言同語 然後他有一段話就說 爸爸就像一顆心一樣 即使不在人間了 都會像那顆心罩著你 他幹嘛去交代這些事情 很奇怪 在靈魂學裡面 你要死的一年前 你的元神會講 類似像這樣慈悲的話 其實你的元神會講話 所以你要有時候你聽了一年 這個人的一年前 他開始在講這個話 他大概就是一年 因為人出生就是十個月懷胎 然後父母在精卵結合 所以一年前他通常 他其實元神已經了解 他那個點其實還滿多的 之前我們講過說 許偉倫所謂一二八魔咒 那到底他有沒有魔咒 其實你看他那個 猝死的速度更快 就是其實是完全迅雷不及眼耳 那有人說他跟01.23有交集 01.23是一部電影嘛 最近...對 金凱瑞演的 他是說 23是一個很不吉利的數字 就是說像凱撒大帝 被刺23刀生亡 那像我們這個本身的染色體 也是23隊 那有保護聖杯的這個聖殿騎士團 有23位長老 我要把他拿出來講 然後像鐵達尼號 這個1921年4月12號 撞冰山沉沒 1加9加1加2加4加1加5是23 廣島原子彈是8點15分頭下的 加起來是23 911在2001年911發生嘛 2加1加9加11還是23 那2除以3是0.666 666是這個聖經啟示錄講師魔鬼的符號 那馬昭迅跟23有什麼交集呢 馬昭迅是23歲擔任製作人 他是我們目前台灣... 這扯太遠了吧 先講完 他是台灣國語歌壇裡面 第一個這麼年輕的23歲當製作人 他說這個有一個23而已 他的女兒1月23號出生 他2月23號訪生 就連接了 然後你說23號到底兇不兇 我被火燒過嘛 這個事情很大 我是1月23號被燒過 漂亮喔 對,我的西元是1967嘛 加起來也是23 成分之號120047252加起來 還是23 所以你有靈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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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也要注意喔 就是說 可是你現在很好啊 這我發生過了嘛 超好啊 可能那一集沒躲過 跟數字也有關係啊 其實數字它代表是一個隱藏的意義 但是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命理角度來講 就是說 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今年是豬年 那對豬年來講 比較嚴重兩個生肖 應該講名字有豬型跟蛇型 那我舉個例子 最近不是陳偉桃換個鬼文 對 你豬腳叫什麼名字 加家 加林家家 家庭的家 下面是不是一個豬型 那個叫豬的意思 對不對 那個嘉義的家又帶兩個口 豬年豬開口上空桌 那我要講的另外一個案例 豬開口上空桌 我也是這個家耶 對,所以要注意口神是非今年 對,但各位有聽到 最近秋一是鬧鬼文 秋一的意有沒有 還有一個豬型 旁邊是不是一個豬型 沒有,所以是鬧鬼文 老實講完了沒有 還沒有講完 為什麼 郭台強的牆字 代表公 我剛才講 今年是豬年跟蛇年 其實名字有豬字型跟蛇字型 蛇字型有多少人 郭台強的牆 這個公代表蛇 公也是一個蛇型 對不對 蟲也代表蛇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是在苗這牆字要特別注意 鄭鴻怡的鴻 有沒有一個公字型 鄭鴻怡 有沒有要特別注意 還有誰 吳志強他的老太太 吳志強 李秀人一定要特別注意 但我要注意的 注意講的是 李秀人跟普通人都很重要 為什麼 李秀人的秀字 乃字長蛇 那講到乃字還好 乃也是 乃哥啊 乃哥,對不對 對不對 他現在工作量也很大耶 對啊,但是你要知道 所以乃哥,我要跟你講 雖然節目今天很多 身體要照顧 乃哥今天身體一定會出問題 是喔 還有哪一些藝人 但是我剛剛稍補充一下 其實那個馬爺 他爸爸是同樣的 死於心情根 他們是家族病情嗎 沒錯,沒錯 他哥哥已經裝支架了 對,他哥哥本身也有 那妹妹其實也有這樣的問題 缺學性的心情 他們家其實有家族遺傳 所以他是高危險群 所以就是你們剛剛說是 的確是有一些徵兆 比如說剛剛我們提到這些案例 我們可以講一下像黑哥 他之前就是說 他自己本身有這個問題 但是當時是說是飲酒過量 就是他的案子是說 他到香港去 然後他在一個謝姓朋友家 然後前一天他們是去一個 女模特兒還是什麼 對,是去一個夜店 然後因為喝了很多的酒 但是其實黑哥 他身體狀況是不錯啦 像年輕的時候 像飛月黃河啊什麼的 就是他基本上是很OK 起力很好 但是因為隨著年紀慢慢大之後 你沒有去保養身體 所以他們那天心願飲酒過 然後聽說是喝了爛醉 然後那個派恩提到那個 他們事後是否認 說在謝東那家嘛 就是中國一個很有名的模特兒 所以到他家去 但是又突然就是 就是等於就剛剛講的 一睡就不起來了 對啊 然後是心肌梗塞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徵兆 就叫往生 對 美娟小姐 不是會發現的時候 有一個巴掌印在臉上嗎 對 那我再補充另外一個男生 因為我發覺猝死男生 好像 男生比率非常高 都是男生 女生也有 那之前其實是很久以前的一個例子 但是因為我後來有採訪到 那個女人講 所以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李小龍 因為李小龍那個時候 其實他也是猝死的 而且他也是死在一個女人的床上 丁沛家裡 對 丁沛嘛 然後其實他在猝死之前呢 那個時候他有拍那個 是叫死亡的遊戲嗎 但你想想其實本身有一個問題 他排汗有問題 所以排汗就是說 基本上這種武達演員 他不希望自己就是在打的時候 全身這個汗都是 所以他就去割了汗線 那小S也是割汗線 割汗線是... 會在別的地方跑啊 會腳長啊 腳 腳底板流 會代償性的流 有的是腳底板 有的是在這一片 下半身 我一個女朋友割完 就一流汗的話 就整個內褲全部都死掉 那李小龍會不會是 因為那手術現在不知道 但是因為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奇怪就是猝死的人 基本上他之前的狀況 身體狀況其實都很好 而且都長得壯壯的 不是瘦弱性 你們可以仔細看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黑哥 我提到李小龍 大家想都沒有想到 你看 很壯 然後他也一樣是躺在床上 就再也沒有起來過了 也是猝死 就是身體狀況 吳老師再告訴我們 我們看病體裡面 其實會不會猝死 我們有一個短命關 就是說你小時候犯了短命關 就是子年跟成年 就是這個年生 在幾十出生的 他有短命關 所以那也有人呢 那是幾年次的耶 就是... 不是幾年次 你是尿醋還是相龍那些 是幾十生的 他容易在短命關 是... 對 有人是犯了鬼門關 比如說甲子年生的 餅子 蓄子 那這個是不要夜出 到晚上出去 就容易鬼來抓你 所以他稱老鼠年 但是他是... 子都是老鼠 對 然後有甲子 餅子 蓄子 那我們再看 還有犯了嚴羅關 嚴羅王 你找你 這是頁障病 也就是說可能是抓... 壞事做太多了 所以我們看到 從下半年七八九十 只有十一月沒有 十二月 如果你在子時 午時 飲食 卯食生的 這種人不要進城隍廟 你千萬不要進城隍廟 去拜拜 別人說城隍廟很靈 可以求名牌 你千萬不要進去 就被點到 你被點到名 那就慘了 那就開始追溯了 這個... 因為南瓜很多了耶 可是這壞人早一點被抓走 才是一手投胎 所以不要到城隍廟 那城隍廟被點名點到 他就開始追... 追你的債 就跟淘汰公司一樣 這是言論 我們常常講這個 好人不償命 禍壞一千年 常常講這句話 那也有講紅顏博命 那這個... 有一位紅顏啊 就講了就是說 最近說請他出庭 你為什麼把那個 第一夫人拿出來 我們要講一個紅顏博命 我們要先講清楚啊 我們不能有一個連討論說 法院要出庭 他不出庭的理由 這次的理由是說 怕會猝死 這個是... 這是...這個是真的啦 因為我在慶應就有講 台下醫院的醫師長 剛剛在聖梅有提到就是說 猝死的意義 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列表 像李小龍 陳百強 然後還有這個... 鄧麗君 柯秀良 金門王 陳金 馬昭去 他們都是喔 原則上沒有重大疾病 是突然出庭的 那麼這些藝人 還有什麼共同點呢 我們請個廣告馬上回來 其實陳金也快 因為他的兒子 也很想當武達演員 所以他在拍那部戲 沒錯 結果那個戲照理說 戲裡面的槍是假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林賢元拿起來的那個槍 是真的 那個死彈 怎麼會這樣 就把他射穿 對 近周年哪一些人會意味促死 哪一些人是這個高危險族群的 那麼以往促死的這些名人藝人 有哪一些共同點跟靈異點 在真實生活當中 當然是一定會有人發生處死 但是他如果不是公眾人物 可能沒有被報導 對啊 那藝人是被報導的嘛 他是公眾人物 那處死的藝人表當中 其實每個都是青年才去 不然就是無媚艷麗 李小龍 陳百強 鄧麗君 柯秀良 金門王 陳金 馬昭去 但是說也奇怪 每一位他往生 都有一些奇怪的巧合點跟靈異點 像李小龍剛剛這個聖美有提到 他往生的這個之前啊 接拍了這個所謂的這個死亡遊戲 那那個戲其實沒有拍完 然後呢 他的 他其實拍攝他的那個動作 結權道是比照貓 那在死亡遊戲當場有拍到一隻貓 那後來有人講說啊 因為其實李小龍在打鬥的過程當中 常常打敗洋將嘛 對 包括那個講霸都變成他的那個門徒 可是據說有人被 有人在他身上下的詛咒 所以很奇怪 他有一個兒子 他的本名 李小龍本名叫李正番 然後他的兒子叫李國豪 竟然啊 在片場莫名其妙 被空包彈打死 空包彈變成死蛋 你看 他的墳墓喔 這是李小龍的墓 所以他兒子的墓 就站在他旁邊 這麼近 這我小小補充 因為他的兒子 也很想當武達演員 所以他在拍那部戲 沒錯 結果那個戲照理說 戲裡面的槍是假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靈異人拿起來的那個槍是真的 連死蛋 怎麼會這樣 就把他射穿了 擔場射穿 而且聽說他死的那天 是他爸爸的忌日 感覺是被 好像被射了一個局 真的 好像中了詛咒這樣子 所有的事情 就好像註定就是發生 我就起雞皮疙瘩 我也是 他爸爸的忌日 被嚇得一個重 所以他們的公司呢 那一兩年一直出事 除了陳百祥之外 還不一樣 王家居 跟他差幾個月而已 再來 劉德華的歌迷被踩死 都同一家公司 鄧麗君 鄧麗君也很玄 鄧麗君 他不是在 親脈已經準備 是半退休狀態了 發生他遺體的時候 他應該是猝死 對 臉上有莫名其妙一個 手掌 對 那有人說 他是被嚇過 被嚇醬頭了 那其實您到親脈的那個飯店 那間房間 他現在還是保留著 在飯店對面的那個餐館 專門賣米粉湯的那個 那個位置 常常有人看到鄧麗君是回去的 常常回去 因為他很喜歡那家店 那個位置是沒有人坐的 謠傳說他還排會在那邊 對 柯壽良呢 有人說 因為這個香港藝人 有十年一大節的說法 對 就是像李小龍是1972 1982是附身 2002就是咳嗽良 還有名字代目 那年的美艷芳 那年的咳嗽良 張國榮 通通代目 這個說法 金門網比較特別 就是說 我有去關落英 去 因為那時候 你叫李炳會去關落英 很奇怪 我去關落英 關那兩個點 那是媒體沒寫的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媒體檢查上剩六塊錢 我關落英 他講的不是這樣 那個金門網就說 我跟你講 我身上這個不只 這個六塊 我的褲子裡面 有一千多塊 可是媒體明明是六塊 他就說 你跟那個 那個製作人說 我就只記得這兩句 後來刺隔好幾年 問到李炳會說 你講的是真的 因為啊 他那褲子暗戴裡面 真的藏了兩千塊 還有啊 你講那五塊七塊 就是半歲 報紙沒寫 報紙沒寫 再來曾經 曾經往生之後 他那個積雪石啊 顏色竟然變成全部都是 那個血紅色 那老師再告訴我 剛剛那個秦偉講的 如果你家是被詛咒的話 你可以買一隻富龜 你買一隻烏龜回家試 如果那個 對 你去買一隻烏龜 因為烏龜它本來是普掛 它是有靈性的 所以你只要烏龜 放在中間裡面 它往門口一直跑 就說烏龜都不要住著這個家 是會詛咒的家 這樣 迷你龜或一般的烏龜 對 任何的烏龜 它都會有靈氣 它就會往外跑 很簡單的方法 大家參考看看 今年是丁亥年 丁亥年是 合起來是叫土豬年 很多人講今年是金豬年 弄錯了 每年都金 台灣已經12年都在金的 金豬 都喜歡什麼金龍金屬 所以土豬年 到底有哪一些人要注意 會意外猝死的呢 我們看今年 山形當然就是屬豬的 它自己叫山形 那就是我們看到 賤人就是說要小心刀 就是說有刀傷 有被案件傷到了 雪光就是在醜年 也就是牛年那一年出生的人 跟陽年出生的人 那今年要注意雪光 再來我們看六害 就是會碰到很多人 要陷害你 或者是你有很多事情 是碰到天災地變 那些災害 那是屬狗 就是狗年出生 跟猴年出生 那如果你是官府 就是有官送的話 那天干裡面有刃 今年容易官司 那或者是屬老虎的 今年要小心 就是有官府 那我們看到 今年嚴重的是山煞 就是狗 我們看到狗 今年要小心 它有六害跟山煞 也就是說 其實今年豬跟蛇 雖然充 犯太歲 充太歲 那都不會像狗這麼嚴重 那我們看狗裡面 其實狗裡面 就是你是晚上生的 就是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二點 叫財 這種要特別小心 也就是三十六生效裡面 你是屬財 那今年的話 倒楣是大概你要一進 就是說進 一動不如一進 你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太得意忘心 對 講到這意外處子 還有一位 那個崔愛蓮 崔愛蓮 其實我們剛剛有總結 就是說其實男生 比較容易在心血管方面猝死 就是心肌梗塞什麼 那女藝人方面其實就是氣喘嘛 剛剛那個清偉哥也說像鄧麗君 對不對 還有你剛剛提到像崔愛蓮 也是很突然的 他不是投訴飯店 然後沒有那個呼吸器什麼 其實當時那個鄧麗君也是類似這樣 就是說 其實氣喘的病人很怕 他是單獨在那個飯店裡面 當時鄧麗君的男朋友 是出去買東西還是什麼 就離開他嘛 所以他發作的時候 沒有辦法拿那個東西來急救 對 那崔愛蓮的狀況是說 那個時候有人講說 是因為他跟楊耀東吵架 大吵架 那你知道氣喘的病人 是很怕說 有突然的情緒激動 你說我跟你大吵了一下 我很生氣... 很生氣至於他的那個 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所以就像你說 他當時在飯店裡面 就突然有這樣的狀況 但聽說他那一天本來就是過雨了 那一天到底還發生什麼 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再聽個廣告馬上 我來告訴你 大吵了一下 跟水也是氣喘的故事 他那個管區啊 其實算不大 晚上那個他是 等於是守衛就對了 剛好是輪他學運 然後他是站那個鋼燒就對了 然後電話請問電話就響了 可能是這種報警 然後接起來還沒講話 對房子聲音就對了 還沒有火痛 崔愛蓮意外猝死哮喘發作的那天晚上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要回溯在 其实他之前就发作过一次非常严重 是在他因为气喘往生了 那一天的往前推算八年前 那之前就说他没有在重新演艺工作之后 他有一段时间是开类似酒店这样的餐厅啦 那所以就他也蛮喜欢喝点酒 所以偶尔会喝喝酒 那你要知道其实气喘病人是 不能控制其实是不能常 甚至是不要喝 但他可能就是有一时候想喝两杯 结果那一次的状况是他喝太多了 结果气喘发作 而且差一点死掉 差一点死掉 而且是休克了将近40分钟 就整个没有意识送去医院 但是救回来了 好像杨耀东当时有帮他做急救 CPR 就是因为他们通常有气喘病人 就家人都知道说怎么样去急救他 但是没想到八年之后 他又同样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当时就是来不及 所以很快就... 因为气喘人他那个药剂有两种 长效跟短效的 我们在讲说气喘有支气管扩张剂嘛 可是你平常 如果你滥用支气管扩张剂的话 你倒真的 我们讲说气喘为什么会完全 到最后呼吸道狭窄到 只剩下一点点气孔可以进去的时候 你其实是吸不到气 那你越只有剩下一点点气孔 你越想大口呼气 对不对 但是你越吸... 越吸不到你知道 就像我们这个吸管 它如果只剩下这个孔径的时候 你这么大的气进去 它是完全反而进不去 可是这时候呢 你最好是 慢慢来 撅嘴 用像吹那个生日礼物的那个 慢慢...像蜡烛那样 这样子还有可能把气吸进去一点点 但这是很紧急的时候 但平常要用药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你除了支气管扩张剂之外 你平常的保养用药也要用 像比如说这段时间四五月份 我们刚才说那个... 季节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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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段季节交替的时候 我试的 这段时间很容易发作 那容易发作我们宣大家 如果有...你有气喘的这个病史的 每天都要...都要吹一下那个 尖锋剂量器 看你的肺功能是不是正常 你如果吹超过你的那个红线底 比方说你今天肺功能正常 如果你今天吹没有超过 赶快要吃点药 我可以小小补充吗 我家就有气喘儿 那所以我儿子就是 那非常可怕的地方在于就是说 你知道有时候她睡到半夜 她会发出很大风箱的声音 咻咻咻的声音 就是在拉风箱那个声音 其实她已经呼吸不到空气了 非常可怕 立刻赶快送医院 那我们家也有就是所谓的那个... 尖锋流量支出器 她叫气管还有那个气管扩张器 就让她去那个... 噴那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是类骨唇 真的 平常这个保养很重要 对 要很小心 那么这个意外猝使到底跟面相 命格姓名有什么关联 还有如何破解 一般来讲 我们的命宫里面 这个叫面相里面 这个地方叫印堂 就是说我们以前说 你命堂 印堂发黑 你要小心 我有一次在文化大学 就是碰到那个张静虎 这个董事长 我跟他在捅电梯 那因为我要到我们院长 我那时候在外衣学院当院长秘书 我要去见我们院长 结果要跟他捅电梯 后来我看到他印堂发黑 我跟我们院长讲 叫他要赶快到医院去 结果他说他明天就要住院 可是今天就已经印堂发黑 他是要去开 比如说要去开这个... 开这个其他的刀 结果医生把刀一打开 胆囊已经破掉 没有检查出来 还好救了一命 也就是说他老子功德无量 所以做了很多功德 所以他要捡回一命 但是这个象征就是说 他其实是快要挂之前 人会开始印堂会发黑 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 先不要洗脸 因为脸一洗的话 他气就走了 你要看面相是早上起来 你开始不要洗脸 去看看镜子 自己今天的印堂是什么颜色 假设他是黄色 那代表运气是OK的 红色那当然是顶好的 红的发指当然更好 可是如果是青色 黑色 白色 这些黑色都要小心 对 每天都要观看 如果从医学上来说 印堂发黑其实有医学根据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血液的走向 在印堂里头 它可以显现出你的气血好不好 我们讲说心血管疾病 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如果印堂是黑的 表示你有阻塞的问题 其实是有医学根据的 还有什么要做的 是 这个 刚刚我们说我们整理了很多的数据 我们还是再次强调 就是说这个死者为大 我们做的只是一个数据的整理 只是新闻的报导 那不代表任何的传遭复 因为真的是一个巧合 除了报导名人艺人之外 有一个区块的公众人物就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 每逢总统大选都要挂一个县市长 这是真的 对 新闻有做了整理过 1999年8月12号 云林这个县长苏文雄先生 甘昏迷也是突然猝死不治 那时候是2000年选总统 然后他往生之后 这个国民党分裂 连颂 那时候不能够这个一起选总统 今年是不是基隆 然后再来2003年 对 是2004有大选 2003年的5月18号 花莲县长张福兴往生了 也是前一年 2008要到了 2007年的2月19 许才莉往生了 都猝死 那不止如此 刚刚讲了说 我们统计了艺人嘛 也统计了名人 还有处理猝死的人 他如果也是个名人呢 有一个算蛮灵异的案例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那个金曲歌王是警察 陈建年 对不对 在台东嘛 然后他那个管区 其实算不大 晚上那个他是等于是守卫就对了 刚好是轮拉许立网 然后他是站那个钢烧就对了 然后电话 警用电话就响了 可能是他们抱起来 接起来都没讲话 对方的声音就 好恐怖 接起来 连打三通 就不讲话 就在那边 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干嘛 他觉得 是讲不出话是干嘛 可是那个电话没有显示 警用电话没显示 没显示之后 然后就觉得 不晓该如何是 那干脆就跟另外同班说 因为他们是站双哨 不然你先站一下 我去附近巡逗看看 出色什么声音大声 可能就像贾莉姐讲说 是不是刚好有人要报案 就不能报案了 就骑摩车 就开始巡逻... 他就一开始听到耳边就是 越来越清楚 原本是电话 现在在耳边 很清楚 而且他觉得是个男生的声音 他就随着那个声音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 那半夜那么默黑的 台东的那个照明 也不是很明亮 他就走... 前面被塞住了 半夜 1点钟 1点钟会塞车吗 不可能 前面摩托车不会动 就按喇叭 嗶嗶啪啪啪 干什么 前面摩托车完全不动 睡醒了 他说 先生 你在干什么 我是警察 林姐 行 行 行 挂了 猝死 骑车骑到一半 台东南普坐机车后仰 竟是猝死路边 处理的案件就刚好是金曲歌王 陳建廉 她说这是太离奇了 哪里有人骑车 她是这样骑 前面 但她不跟着 因为有点安全车卷 刚好没了 她脚有下来了 但是她是这样 那陈建廉说 怎么会有人这样死的 就在她前面骑着 对 像公车 你是车子至少是等红灯 哪里有人车子行进街行进 她就这样 江老师 这会不会像你这样的人 后来就是找医疗人员研究 她就是她喝了小米酒 那心机突然收起来 收起来 可能那个手机她在报案 她想打 所以才会有 报不了 但是不知道后面的声音 为什么听得到 是陈建廉的天线比较长 我就不懂了 那这样挂掉 其实你看 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江老师 其实像一位这样讲 其实我们要讲 各位可以知道 很多不要说艺人 包括很多政治人 包括一般的平民百姓 很多认为说 你这样突然间走掉 萃死了或是意外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死掉了 其实重点就是说 死掉之后 依照佛家 跟道家的里面的 所谓的经典跟传承来讲 说 他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要做桥土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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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说 治病好了之后 家族是不是 就不会这个原因 不见得 其实我们刚才想说 为什么说 刚才提到说 很多人包括 营运人也为什么 比较容易出事情 带桃花 带桃为什么容易出事情 各位可以知道 生肖 在我们生肖性命学里面 就是说 生肖属老鼠的 属兔的 属马的 跟属鸡的 这四个生肖 在生肖性命学里面 叫四肢桃花 所以这种人可以看到 像我们属兔的 桃花袋 小胖属兔的 天生当义人 秦伟属兔的 天生当义人 属马 你看周杰人属马 飞鸽属鸡 是不是 生肖 生肖主要 属老鼠 属兔 属马 属鸡的 本身带桃花 但是在秘词上 带桃花它有所谓的充客 什么叫充客 就是说 你可能生肖属马 属老鼠的好了 属老鼠的为子 那如果说你名字 刚好取到有火之根的 叫水火克 这样就比较容易出意外 是这样 可是我们需要桃花 需要观众缘 他怎么又要防这个意外猝死 那怎么办 所以名字就是 在生肖属不属 他名字他叫了一个磁场 你不要说你生肖属老鼠 你叫马之根 什么叫马 步手有菌 马肇菌的菌 就是马之根 那你生肖可能属兔 应该相生的值 对 生肖属兔不能有 雞之根 什么叫雞之根 胡瓜的胡志雄的熊 他不能叫勤水水 如果叫勤水水你就会毙掉 勤水水 可是勤也没有个稻荷 那没有关系 但是我说你的名字 不能有水之根 因为你属马叫水火克 我说勤攀攀就不可以 但攀攀不一样 因為攀攀属兔 那属兔 那风水的话 水来生母水很旺 攀攀的攀子 你可以攀子 攀下面是个田 田有四个洞 角兔三枯 四个洞才得了 所以一般名角兔还要准备 你就是 不要 等一下会碎菌激生素 等一下 我没有赚很多些人 在道家里面有一个功法 一个练功 他说你要长寿 延延长寿 不管你有沒有短命观 延若观 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肚脐 当成一个麒輪 也就是说生命的能量是来自 从先天从妈妈的开始成长 那么从肚脐里面吸引量 那后天里面呢 你肚脐其实还有作用 它能够救你的命 也就是说 它大地就是你的父母 所以通常会在 我们的肚脐把肚脐当中心点 那后转胎原 也就是说像一个太极土 这样子转 也就是说你平常如果冥想 有犯到这些官煞的人 其实平常正常的人养生 也就是说 把肚脐这个麒輪 当成冥想 然后呢 就是顺着 时钟这样子冥想的转 转到最后 它会像一颗球这样转 就是你成功了 大概这一辈子跟 猝死就无关了 也就是说它会延连异寿 那如果你真的不行 练不出来 那你就像日本人 喜欢拜神的时候 也就是说刺激所有的手掌 其实它会在你那一天 把你的元神叫醒 它其实是把神叫起来说 我要祈祷 我要许愿 所以神在睡觉 日本人是这样讲 其实不是 是把你的神叫起来 所以你一拍手 你自己的元神就活起来 那今天如果碰到不好的 邪恶的 或者是一些鬼煞 可以把它吓走 不是 今天的元神是 有在监听 他很负责任 他在执行 所以通常比较不会有 突然间像 骑摩托车这样子就挂了 还有经过高电磁场的地方 要小心 也就是说 现在路边有很多那种高压店 尤其是你喝了酒以后 经过那个电磁坡以后 很容易就像电漫娱这样子 电漫娱 我这样讲比较简单 就像漫娱被电电到 你的肌肉 其实神经就是跟漫娱一样 所以有时候就说 你要喝酒 你要注意你家路段 如果都是那种高压电线区 那是个危险的状态 上次有听那个 記憶力的那种记忆课程 他有讲一个怎么教大家 让自己防猝死的方法 那像他的 他是叫记忆首歌 是原住民唱的 记忆力也可以防猝死 就教我们说一些方法 比方说我们的葱脱泡盖送嘛 这个已经狼狼上口 他都有一首歌 银娜呀 银娜呀 喔海呦 是什么意思 银就是可以吃银杏 银杏是让血管可以扩充的 银银 银就是纳豆 我有吃纳豆 我现在就可以吃纳豆 像文英阿姨有沒有 就是有一次眼睛小中风 然後她吃纳豆之后有改善 现在是更高级是纳豆鸡梅 然后再来银就银麻啦 或是软磷子 可以活化血 那个脑袋的这个 银是什麼 银就是其实民修有银嗎 快去看檢查 就身体要检查 海就是海洋生物 都是海洋生物 少吃一些这个动物类类 深海鱼油啦 對... 那最后一个那个银奶 银奶要银海鱼油 油就是要多游泳 要运动 要运动 我会听起来 这个蛮好记的耶 是啊 我们下开始就要注意保养 那焦老师在帮我们补充 还有什么方法预防处死 我来补充 就是刚才讲很多 有关于学学跟道学的东西 对 我来讲一个西方科学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人体我刚才提到 人体我血液在流动 那血液在流动 我们想说 你要避免让脏东西 来卡身 意外 处死 怎么样 就调整你个人的气场 那根据我的经验是 你可以佩戴适合 比如说一般你的家里 可以摆金洞 因为金洞有所谓的磁场 摆什么地方 紫晶洞 我家就有一个好大的紫晶水洞 一般来讲 如果说你要预防那个晶洞 我建议说 你可以在你座位的后方 买个晶洞 为什么 因为晶洞它可以吸收负能量 你身上能会卡音卡哨 比较不舒服 是因为累积很多的负能量 所以在座位的后方 可以摆个晶洞 但除了晶洞以外 我个人认为说 你可以调整能量的智障 什么调整能量的智障 一般我们把我们的生肖 分成十二种生肖分成四种 比如说你生肖可能是属老虎 属兔跟属龙五行属木 对不对 你可以带绿色的矿石在身上 为什么 绿色的矿石因为 绿色跟本命来讲 应该五行属木 用绿色来生理个人的智障 当然我们说水来生木 水是黑色的 你可以用绿色跟黑色来生理的智障 那如果你是属猴 属鸡跟属狗五行属金 你就可以带黄色的跟白色的 矿石在身上 五把 对 那如果你是属蛇 属马跟属羊五行属火 你可以带红色系的 还带绿色系的 那如果说 你今天可能是属这个猪 属老鼠 还有这个牛的话 五行属水 你可以带黑色系的 或带白色系 来相生你的智障 就是说 你可以带不同的东西 带在身上 身上自己的能量智障 可以避免说上东西来靠近 等一下看 那时候切胶